你好 欢迎收看3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即将在4月16号到21号在花莲登场 31号上午举办全国记者会 除了县长徐政卫之外 还有全中运的代言人 花莲田径好手杨俊翰先生 同台邀请全国民众 一起来花莲为选手加油打气 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即将在4月16日开幕 教育部体育署31日在台北举办记者会 教育部政务次长蔡清华 华联县长徐政卫宣布 华联县已做好规划防疫措施 及各项赛事准备 中文学校会从2001年开始转型之后 今年是第21届 今年有22个运动项目 1万多名的选手接近2万 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带队 还有我们的教练工作人员的话 绝对超过2万以上 这么多的运动顶尖的 在中等学校层级的 这样一个选手能够齐聚花莲 也特别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国内的顶尖的选手 他很多部分都是来自花莲 能够到运动选手的原乡花莲来举行 特别有意义 我们是不是再给花莲再一个掌声 花莲捐赞 第一个我要谢谢无论是高中体育总 还有我们体育署以及教育部权力的支持 让花莲县政府能够承办这次的全中运 今天来到台北白开记者会 第一个是邀请我们全国的所有的好朋友 到花莲来为自己的子弟加油以外 当然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花莲更是一个融合天地自然的美景地方 更是我们全民的运动场 运动来到花莲 花莲有清净干净洁净的空气 大口声呼吸转动好运气 活动邀请来自花莲玉里 从群众运展露头角的田径短跑国手杨俊翰 担任代言人 他也当场勉励选手 发挥平时试练成果享受比赛 回回18年在花莲再次举办全中运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然后把自己在训练的成果 展现在比赛场上就可以了 毕竟在国中的时候 我也是从全中运出发 也希望说这次全中运可以 让一些学弟学妹有一个好的起点 然后美好的回忆 今天赛事以回篮竹梦 竟在花莲为标语 机商务以花莲献鸟朱鲤为概念设计 现场也展示这次全中运制服及文创商品 将献灰、圣火点燃及获奖荣耀等多种元素做融合 展现花莲人文、自然风情 希望全国民众一起到花莲 为选手加油 记者讲方言台北时报导